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电动车大厂特斯拉Tesla创办人一龙马斯克,Ellen Mask又有新创意,他旗下的无聊公司Burling Company最近推出一款售价500美元的火焰喷射枪,还亲自展示其威力,强调可以用来对付僵尸,该商品美国时间周日才刚发布就已射出4000台。 综合外媒报道,马斯克的无聊公司主要承接的业务是大城市道路问题的地下车辆轨道运送系统,但平时常推出令人傻眼的产品,日前推出售价20美元的纪念帽,现贡卖出5万顶,以为公司仅占100万美元,吸睛能力相当惊人。 马斯克去年12月10日就在个人推特宣布,无聊贸售出5万顶后,将推出更狂的火焰喷射枪,如今他兑现承诺,虽然每支500美元要价不菲,人吸引许多无聊人士抢买。 无聊公司统计,火焰喷射枪已卖出4000台,未来销量预计会控制在2万台以内。 马斯克则在推特上戏称,当电影将尸启示录《Zombie Apocalypse》真实上演了,你会很高兴你有买了一个火焰喷射枪,这可以用来对抗不死生物,或用来把你的钱跑回来。 有民众质疑这款商品具有危险性,无聊公司对此解释,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火焰喷射枪,并著名美国同意贩售射射成不到十英尺范围的火焰喷射枪。 马斯克则笑说,与火焰喷射枪相比,牛排刀反而更危险。